我採訪一個車禍案件 那這個車禍案件很離奇 當我到現場去的時候 是一個阿伯 在清晨的時候 被一輛車高速撞飛 那撞飛了之後 其實是整個肢體破散的 那那天我還很好心 那時候其實就跟著 那個小東瓜爸爸他們 對 然後我們去現場撿屍塊 然後可是撿了半天就沒有頭 就是找不到頭 那找了好久 找兩三個小時都找不到頭 那可是造勢車輛就停在那邊 那我也不知道 我就後面在那邊休息一下子 我就想說好 那我去造勢車的旁邊 看一看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 那是一台什麼車跟什麼車燒龍 沒有 就是一個阿伯 走在那個路上 清晨出來運動 然後被一輛自小科這樣 高速撞擊這樣子 然後我就走到那個叫車旁邊去 那一到旁邊去之後 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就有人跟我說 你把頭探進去看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駕駛 已經被警方帶走了 那我就把頭從副駕駛那個位置 這樣一探進去 真的要求我 那個就看到一張臉這樣瞪著我 好大眼睛 真的不騙你 好大眼睛 都血